恋爱四周年纪念日当天,陆周整日都没有联系我,给他发的消息也没回,我猜想他在给我准备什么惊喜。 可没等来陆周的惊喜,反而在电视上看到他和秦家三小姐秦月欣订婚的消息。 我看着那则新闻,陆周满怀笑意站在秦月欣身旁,看得眼睛酸疼。 给陆周打的电话他一个也没接,直到我在他兄弟的朋友圈看到他们在聚会。 我急忙赶过去,打算问个清楚。 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包厢里传来他轻蔑的声音,我一靠近女人就浑身不舒服,只有月联系不一样,我对他不过是生理性喜欢。 有人打趣,还是陆哥狠,直接在四周年和别人订婚,月联系急坏了吧。 陆周满不在意地说道,这就是我给他的四周年礼物,警告他认清自己的地位,他最近总是说结婚的事,我是不可能和他结婚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我才知道陆周为什么不和我联系,知道陆周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和我说没到公开的时候。 生理性喜欢,是他对这四年感情的定义。 我握着门把手的手颤抖着,怎么也推不开这扇门,里面又传出陆周的声音,他对我爱得不行。 我随便轰轰,就言听计从了,正好等我逆了再分手。 刚看到他订婚的消息时,我确实悲痛万分,甚至为他想了无数个苦衷。 现在这些利剑一样的话传进我耳朵里,我眼睛干涩,反胃恶心。 我松开手,一步一步往外走。 既然他如此自信,那我便陪他演下去,给他演如何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然后带着一切弃他而去。 我边走边想,忽然被人拉进一个昏暗的包厢。 那人散发着酒气,将我抵在门后,单手捂着我的嘴,整个人笼在我身前。 门外传来急躁的脚步声,有人低声骂道,该死,顾直升哪去了?顾直升? 我抬眼看向对面的人,身高一米九,一身黑衣,锁骨处闻着一尾活灵活现的蓝色金鱼,可不正是路周的死对头顾直升。 此刻,他俊俏的脸微红,眼睛也透着水光,怕是被人下药了。 我知道这种药,表面厉害,其实也不是不能解。 这是我的一个机会,重创路周,离开路周的机会。 门外的人找了一圈没见人,呼啦啦走远。 我拿下顾直升的手,将他扶到沙发上,找准学位帮他解药。 很奇怪,顾直升全程只是一只手撑在沙发扶手上。 视线懒懒地跟着我移动,没有半分疑惑,反抗。 和传言中满身戾气的他一点都不一样。 若我是来害他的,现在应该已经得手了。 月莲西。 他轻声开口,要字模糊不清,听起来像是在说什么动人的情话, 大概是要笑还没消尽。 他认识我不奇怪,仔细调查过路周的人都能知道我。 我在他对面坐下,开始和他谈判。 认识就好,我们合作吧,针对路周的合作。 他直起身子,嘴角勾起一抹笑,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也看他,继续说着,我和路周闹掰了,你和我合作共赢, 不然我就出去传谣,说你将我拉进包厢,欲行不轨。 听完这句话,顾直升效益更胜了,偏过头笑了好一会,回头看我时,眼里的效益再没退去。 他说,好,虽说我没有背景,但我凭着努力为路周公司拿下了许多项目, 又为路周挡了四年的流言蜚语,全了他的深情人设。 我还没大度到可以轻飘飘地离开,我会让路周沉溺在我的爱意中,然后亲手将我推出去。 我收拾好我的项目,证据后投奔顾直升,那时候路周该是什么反应呢? 一直在盘算该如何做得更好。 我竟没了睡意,难过也销声匿迹。 凌晨,路周终于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桌面上摆了许多空酒瓶。 里面的酒都被我倒了,直到路周的车到楼下,我才匆匆灌了一瓶。 他一进门就看到我伤心醉酒的模样,不慌不忙地过来看我的情况, 随手拿走我手上酒瓶。 我顺势抱上他的手臂,挤出两滴眼泪,哽咽开口,你为什么要和别人订婚? 在一起这四年,我总催他结婚,他却只是说时机未到,连公开都不愿意。 现在,媒体都在报道,豪门公子路周不尽女色,独独钟情秦月心。 陆周叹了口气,耐着性子解释。 连希,你知道的,我一碰别的女人就恶心,和她订婚也是家族的安排,毕竟我和你的身份,你能理解我吗? 我处理了一天,怕你难过,甚至没和你联系。 我当然知道,陆周厌恶女人,她小时候亲眼撞见父亲出轨现场,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从那以后,她就对女人过敏了。 我是例外,我了解她的伤痛,陪她经历了长久的心理治疗。 这么多年来,只有我的接触不让她难受,所以她理所应当地浪费我四年的感情和时间。 只因为需要在我身上发泄,哪怕订婚了,也不想放过我,还扯什么生理性喜欢? 心底恨意生疼,表面上,我哭得更加伤心。 那我呢?陆周,你不能丢下我。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恶心。 陆周却对我的反应很满意,她又哄着我,许诺将我留在身边,却绝口不提什么身份。 像往常的许多个晚上,她搂着我,语气甜腻,怜惜,你令我着迷。 说着,她便凑上亲我。 在她亲上来之前,我冲着她的脸干呕了一下,可惜我是装罪,吐不出什么东西。 陆周脸色煞食变得很难看,立即退到一边,她努力掩饰嫌弃的表情,只是说今天累了,要先休息。 刚才还一副浓情蜜意模样,现在却能头也不回地离开。 果真是,畜生。 带她走后,我也直起身,留下满地狼藉,转身去了另一间空房。 第二天起床,我便开始装病,自己睡在一间房。 陆周对女人过敏,我现在对她也过敏,虽然每天对她口头表达数不尽的爱意,可她一碰我就起鸡皮疙瘩。 这些日子,我将我参与的项目都整理好,有些东西,本就是我的,我自然要带走。 我知道,陆周最近看上了一个项目,我将消息先一步透露给固执生,让她抢先一步拿下了。 这个项目,公司这部分模块核心是由我设计的,当初陆周要花钱买下,我拒绝了,自愿供公司使用。 习惯了和陆周不分彼此,我很多东西都无条件奉献,现在拿回来也不晚。 陆周就是吃准了我,所以拿下这块项目,可以让公司大赚一笔。 现在被固执生截胡了,陆周在办公室大发雷霆。 秦月欣却不在意,笑眯眯地给陆周递咖啡。 我抢在她前面,将手中的咖啡递过去,开口说,陆总不习惯喝别人泡的咖啡。 陆周接过我的咖啡,秦月欣这才正眼看我,眼里都是不甘心。 趁陆周不注意,我在秦月欣耳边轻声说,只要我在陆周身边,你永远接近不了她。 秦月欣不清楚陆周的情况,但陆周确确实实对她的靠近有抗拒。 她在秦家上头,有哥哥和姐姐压着,就等着和陆周结婚,进一步提高在秦家的地位。 我便是她心中的一根刺,是她的第一道阻碍。 我不信,她能忍住不对我出手。 这时,固执声来了,依旧是一身黑衣,衬衫扣子解开两颗,露出锁骨处那尾蓝色的鱼。 行走之间姓张力拉满,她一进门便自己坐下,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无处安放的长腿翘着,抬眼看陆周,那模样好不惬意。 固执声只带了一位助理,不像来谈合作的,倒像是来参观的。 平时陆周是不会让她进门的,此时陆周再不快,脸上也得挂着假笑,否则就是输不起。 固执声欣赏了一会她的脸色,朝我挑眉,给杯咖啡呗。 我将咖啡递给她时,背对着陆周和秦月欣,给她竖了个大拇指,她也冲我眨了下眼睛。 回过身,我又恢复面无表情的模样,站到陆周旁边。 固执声轻敏了一口咖啡,看向陆周缓缓开口,我心得了一个项目,听说你很感兴趣,给我三千万,我就让给你了。 三千万,可谓狮子大开口。 文言,陆周气笑了。 那项目你做不了,拿了也没用,别说三千万,三百万你都挣不到。 没有我的核心设计,确实很难做。 但依陆周的计划,他能赚的可就不止这么点了,所以他愿意在这和固执声聊。 固执声并不在意,反而笑起来。 随便咯,反正你赚不到钱,我也开心。 说吧,固执声起身,随意拍了拍一百,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你要能拿出诚意来换,我就考虑考虑给你,我留下虽然没什么用,但至少看着开心。 他说着,走到门口又回头,朝我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咖啡很好喝哦。 固执声走后,陆周开始发愁,一来,他确实不想出这么大的血,可眼睁睁放过那块橡木,他又不甘心。 我见他心生不快,走过去给他揉肩,嘴里却说着题外话,陆周,我不许你单独和秦月心在一起,我心里不舒服。 秦月心狠狠瞪我,他平时可是碰都碰不着陆周,更何况我和陆周如此亲密。 若是陆周最后毁约,他可真就没处哭了。 没等他说话,陆周不耐烦地打断我,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别闹了? 这些日子,我表现出没有安全感的样子,不分场合的时时粘着他,他总算感到厌烦了。 秦月心这才有了好脸,他目光停留在固执声留下的那杯咖啡,又转到我身上。 扬装为难地开口,陆哥,我看刚才固执声对月莲西亭感兴趣的,要不? 陆周闻言看向我,眼里似乎有些犹豫。 我急了,陆周,你怎么能舍弃我呢? 秦月心,那就为他做点贡献,还能替他打探消息,事成之后。 陆周,陆哥,再把你接回来,你这都不愿意吗? 话说得好听,把我当商品一样换来换去,陆周怎么可能再接受我? 他倒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待在陆周身边,可偏偏,他的小把戏正中我下怀。 陆周沉默着,这种沉默就是一种默许,为了他的事业牺牲我,划算得不行。 更何况我对他死心塌地,他还能借此羞辱固执声。 对于这个提议,他自然是乐意的,却又想保持那莫须有的体面,让我主动就范。 我看着沉默的陆周,垂下眼,做出委屈模样。 好,我去试试。 陆周效率很高,下午便告诉我,顾执声愿意以一千万以及我换下那个项目。 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情绪,将悲伤表现得最大化,同时快速办好离职手续,一并带走了我的核心设计。 也许陆周早忘了,或是被我麻痹到自大的认为我始终不会拒绝他,毫无顾忌地将我推出去,才让我轻松全身而退,还能阴他一把。 收拾好东西,离开公司大门的那一刻,我摘下工作牌,往垃圾桶随意一扔。 路边停了一辆黑色跑车,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过去。 车门另一侧,顾执声推门下车,他没穿西装,而是一身宽大的冲锋衣。 脸上戴着粉色墨镜,整个人又拽又哭。 他走到我面前,摘下脸上的墨镜,转而挂到我脸上。 接着拉开车门,已在门旁,做了个请的手势。 欢迎,上了车,我第一件事就是拉黑路舟。 项目进行到一半时,他免不了来找我,那时他就会发现,事事难料。 车一下开到了郊区,停在路上,眼前一望无际的草坪,以及日落漫天红霞。 我许久没见过如此美的景色,心头所有不快通通散去,像无所顾忌的风。 自由,下了车,我盘腿坐在路边的草地上,没有拿手机,只是静静地看着,看着太阳缓缓落下。 顾执声挨着我坐下,我说,谢谢你。 他笑了,笑声随着风散落在我耳边。 不客气,我也笑了,又说,我是谢你待我享受如此美景。 他一只手撑着地,天头看我,眼中带着细碎的笑意,所以我说不客气。 我发现,顾执声很喜欢看我,不言语,不动作,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那双眼睛温柔而专注。 我心中冒起一个离谱的想法,又被迅速否定了,人际交往中,自作多情最是大忌。 太阳落下山,天渐渐黑了,因为久坐。 我起身拾脚一麻,眼看往一边栽过去。 顾执声几乎立即将我拉往他那边,给我充当肉垫,让我摔在他身上。 我被摔蒙了,回过神来只听到剧烈的心跳声,不知是我的还是顾执声的。 我手脚并用地爬起来,随口谢了一声,转身回到车内。 顾执声好一会才上车,上车后,他却迟迟没有开车,转而看我。 我不明所以,接着他便凑过来。 在狭小的车内,我忽然很慌张,下意识举起手横在我们之间。 干什么? 他一愣,然后笑起来,拉过一旁的安全带,啪哒一声扣上。 行车安全懂不懂啊,怕我图谋不轨吗? 羞耻心将我覆盖,我不好一看他,转头看向窗外,小声嘀咕,图谋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嗯。 顾执声发出质疑,车在夜里安静行驶,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打开手机,刷到了陆舟和秦月欣的消息,说是初双入队,好不恩爱,评论都是门当户对,磕生磕死。 若是他们知道,深情的陆舟背地里还有一个在一起四年的女朋友,被他和秦月欣一起算计,又该怎么看待他们? 看到这,我忽然想起什么,看向开车的固执声。 你不打算把我安排进你公司吗?我业务能力很强的。 顾执声,下周我让人事联系你,先评估一下,不愧是资本家,严谨。 哪怕我现在是和他出来看落日的战友,也不能走后门。 说着,顾执声空出一只手,递给我一份文件。 我接过一看,秦月欣的。翻完这几页纸,我震惊地看着顾执声,他什么人啊? 这都能弄到。上面清楚写着,秦月欣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女儿,而是他母亲出轨别的男人生的。 怪不得无论如何,他都要和陆周结婚。 陆周还想通过和秦月欣结婚,利用他在秦家的资源,两人还真是某种意义上的相配。 我再次向顾执声确认,这是真的吗? 顾执声点点头,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但可以确保百分百真。 我拿着这份文件,为顾执声竖起大拇指。 没过几分钟,我反应过来,若若讨好顾执声,你现在手握那么多大杀器,不会放弃我吧? 我们可是一个team。 顾执声目视前方,随口敷眼,再说吧。 我没管他,拿出手机将那份文件拍下,以防万一。 拍着,还听见顾执声小声说着,傻子。 顾执声问我去哪里,我想了想,不想回到陆周家里,才发现,我真是无处可去。 顾执声看出我在犹豫,开玩笑似的说,去我家吧,反正你现在都是我的人了,一楼没人,可以给你住一段时间。 我想了想,也未尝不可。 他手里那一千万多少算我一份,住他房子也算抵了房租,还能避免陆周骚扰。 我说,好啊,虽说就此住进了顾执声的大别墅里,可我们各自住一层,平时除了吃饭,也没有多过接触。 第三天,我还没入职,整日无所事事,顾执声便带我去一个商业晚宴。 从前,陆周出席这种场合,都是一个人,对我的解释还是那句时机味道。 今天,没想到在这公愁交错的酒会上,我站在顾执声的身边,遇见陆周。 而他也不再是孤身一人,身边是艳丽张扬的秦月欣。 陆周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很快又恢复了那面无表情的模样,只是目光一直紧紧盯着我挽着的顾执声的那只手。 注意到他的目光,顾执声将手从我手中抽出,转而搂住我的肩,另一只手端起酒杯,冲陆周微微扬了一下,眼里都是挑衅。 陆周生气了,他虽然没有表现,但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还是看得出来的,他亲手将我送到顾执声身边,却又自顾自地生我的气。 顾执声还有社交,我便自己走到角落坐下。 没一会,陆周便过来了。 他一开口便是质问,还在生气吗? 居然拉黑我,怜惜,我知道你伤心,但你也不能坐见自己啊。 我周没看他,想不通他,怎么会这么说? 坐见这个词,放在曾经的我身上,才最合适不过。 他继续说着,我虽然说让你去换项目,但现在项目换到了,你随时可以回来了。 你再在顾执声身边待下去,会沾染上他令人讨厌的气息,你知道的,我不喜欢。 他和顾执声一开始只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却越来越看不上对方,多次针锋相对,发展成如今这般水火不容的局势。 事到如今,陆周的自以为是还是令我敬佩。 我站起身,还没开口,便被人撞了一下,洁白的礼服上忽了大片蛋糕,很醒目。 撞人者我并不认识,他只是随意一瞥,不好意思。 秦月欣匆匆赶来,和那女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他用这么拙劣的手段,线下又明晃晃地跑过来看戏,是觉得自己高明吗? 我都要被他逗笑了。 陆周大概也看出来了。 呃呲呲地将随身的手帕递给我。 一只手挡在他面前,是顾执生,他也给我递了张帕子。 陆周得意地看着顾执生,并没有收回手,而是继续说, 怜惜,先擦擦,回头我给你满身心的。 他坚信我会选择他,颇为得意地等着顾执生吃瘪。 我接过顾执生的手帕,没有看陆周,低头整理裙子。 陆周愣住了,看了我好一会,我从不会搏他的面子,震惊过后,伸手过来拉我。 连西,你。 顾执生挡在我面前,单手将他推开,嘴角挂着淡淡地笑,语气从容。 干什么? 陆周气笑了,咬牙说道,很好。 月连西,你今天不跟我走,以后也别想回到我身边了。 他甚至以为我还在气他,丢下这句威胁。 挽过顾执生的手臂,我微笑着对陆周说,我什么时候说要回去了,比起你的生理性喜欢,顾执生可好多了。 他听到这句话,看向我,又试图解释,不是这样的,我。 我打断他,拉着顾执生撒娇,走了。 我们回家了。 陆周从我这句话中回过神,眼里都是不可置信。 你们住在一起,我没理他,拉着顾执生离开,身后传来秦月欣的声音。 我就说,月连西早就和顾执生发生关系了,你还以为他为你守身如玉呢? 闭嘴,都怪你的烂主意。 看来,陆周算是认清事实了,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荒谬。 可惜了,好戏还在后头,那时他才知道什么叫真的崩溃。 回家的路上,顾执生似乎很高兴,他问我,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我和他开玩笑,嗯,你那么在意啊? 他却忽然严肃起来,认真地说着,在意啊,一直很在意。 他这句话将我嘻嘻哈哈地玩笑堵在口中, 一时无法反应,犹豫了几秒,只能僵硬地将气氛拉回去。 不就借你名声演了一下,至于吗? 明天,您还是众人膜拜的高岭之花,不必在意。 顾执生罕见地没接我话,我一个人干巴巴地说也没意思, 两人沉默着回到家。 顾执生一进门便上楼了,一句话也没说,虽然他总表现得很随和, 但不说话时就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我能感觉到他或许有些生气了,别墅的气氛变得尴尬。 一连几天,顾执生都对我淡淡,没忽视,却也不多说话了, 倒让我心中莫名其妙地不好受。 吃着早餐,我突然接到陌生电话。 接了才知道是陆舟打来的。 电话里,他语气恳切, 联系,我们聊聊吧。 之前是我说错了,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什么生理性喜欢, 你回到我身边吧。 我笑了,是你亲手推开我的,你忘了吗? 陆舟有些急了,是我不对, 可我当时得给秦月新面子, 你现在回来,我给你补偿。 我瞟了一眼对面的顾执生, 他直接伸手拿过我的手机, 挂了电话,继续面无表情地吃早餐。 接下来这段日子,陆舟常常来找我, 但都不怎么碰上面。 他一个总裁,总会觉得面子受挫, 却又不肯放下我, 便每天拆人来送话。 直到上次换过去的项目开始, 进行到一半,他终于发现进行不下去了。 这次,是他来到了顾执生的办公室。 我已经入职顾执生的公司, 断不可能在无偿替陆舟做事。 陆舟先是打感情牌, 顾执生却直接让我出去了。 最后的结果是, 顾执生提出两家公司合作, 要一半的利润。 陆舟不乐意, 可眼下不同意只会得损失更惨, 只能咬牙切齿地同意了。 他临走时, 又绕过来找我。 我以为是来兴师问罪的, 没想到他是真诚地对我道歉。 我和秦岳心聊了。 我们协议结婚, 你回到我身边, 除了结婚证, 我可以给你我妻子的所有待遇。 连心, 我曾经看不清自己, 现在才明白, 没有所谓的生理性喜欢, 身体喜欢, 心里也是喜欢的, 你原谅我一次吧。 我笑出声来, 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谈的生理性恋爱吗? 现在有阿生了, 我觉得自己之前真是见识短浅。 我曾经也看不清自己, 现在才明白, 当初瞎了眼。 陆舟还想再说什么, 固执声走过来, 语气宠溺。 怜惜, 午餐想吃什么? 说着, 他冲陆舟挑了一下眉。 陆总还不走, 要蹭饭吗? 可惜, 我们这不包外人的餐。 他将外人两字, 咬得格外重。 陆舟看看我, 又看看他, 眼里满是不甘心, 还想说些什么, 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只是转身离开了。 吃饭时, 顾执声终于脱下冷漠的外壳, 恢复从前模样。 他说, 这次从陆舟那敲来的分城, 有我一半功劳, 可以给我百分之五十。 天降大财, 我高兴得何不拢嘴, 忙给顾执声加菜。 顾执声被逗乐了, 露出这晚宴后, 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 顾执声还提醒我, 陆舟和秦月欣快要结婚了, 问我有什么想法。 想法很简单, 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项目一结束, 顾执声就把钱打到了我的账上。 我算是成了个小富婆。 而陆舟和秦月欣也要结婚了, 两家下足功夫营销, 铺天盖地的新闻。 陆舟结婚前一晚, 约我吃饭。 到了餐厅, 陆舟却像没事人一样, 给我点我爱吃的菜。 我没动, 直接问他什么目的。 陆舟微微一笑, 目光温柔地看着我。 怜惜, 我要和秦月欣结婚了, 我们结婚后, 商业圈只会更大。 你再考虑考虑吧, 未来, 我能给你的顾执声 远远比不上。 我反问他, 你能给我什么? 地下情人的身份, 我不稀罕。 说着, 我示意他看手机。 我这些日子整理的证据 全发在网上, 陆舟玩弄我的感情, 秦月欣明知我的存在, 还处处刁难。 网友对他们美好的滤镜碎了, 陆舟皱着眉, 语气变得烦躁。 莲熙, 你以为这样能改变什么? 毁了我的名声吗? 等时间一长, 没人会记得, 没用的。 时间确实可以冲刷一切, 可他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未来怎么发展, 任由他去吧。 我现在在这, 不过是想和过去彻底做个了断。 我说, 陆舟, 你结婚去吧, 就别再纠缠我了, 以后就当没认识过。 说完, 我起身离开。 陆舟拦住了我, 表情有些难过。 我真的后悔了, 对不起, 你真的和顾直升在一起了吗? 为什么你最后选了他? 我没回答, 只是笑笑, 绕过他离开。 说不清陆舟是什么心理, 或许对我确实留恋, 又或许只是不甘心输给顾直升。 无论如何, 他在我这都成了无足轻重的过往。 陆舟结婚第二天, 秦月新绅士就被爆出来了。 虽然很快被压下, 但秦家不可能再接受秦月新, 他父亲一怒之下, 将他赶出家门, 连带着陆舟和秦家的商业合作 也受到影响。 一夕之间, 失去了千金大小结的身份, 秦月新只能拼命扒着陆舟, 生怕陆舟将他抛弃。 陆舟被摆了一道, 生意连连受损, 可偏偏又刚和他结婚, 一时半会没法将他撇开, 可对他却在没有好脸。 陆舟在陆家的地位也紧跟着下滑, 和秦月新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过多久, 他们还是闹到了难堪的地步, 陆舟拖着秦月去离婚, 秦月新死活不肯, 赐了他一刀。 据说那一刀正中命根子, 陆舟也不用治疗 对女人过敏这个症状了。 以后他都用不到女人了。 这件事没有闹到公众面前, 可圈里人都知道, 陆舟美好幻想破灭了, 还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 办公室休息期间, 大家都在乐此不疲地讨论这件事。 我和顾直升去吃饭, 还是忍不住问他, 这是你干的吧? 顾直升点了点头, 又说, 不全算我。 那份资料是秦家大小借给我的, 借我的手给他父亲而已。 若是他亲手揭开父亲的丑闻, 他父亲日后看他如何都不像从前了, 所以借顾直升的手除了一个竞争对手, 顾直升应该也得了不少好处。 经过这件事, 陆舟安静了许久, 没再来找我, 也不怎么出席各种商业活动了。 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言语仿佛还在我耳边, 幻想破灭后, 自然无法面对。 我在顾直升支住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现在生活稳定了, 也有了不少积蓄, 我考虑着要搬走了。 我和顾直升打了招呼, 他想说些什么, 最后也只是点点头, 便出门去了。 我收拾东西时, 忍不住感慨, 顾直升这确实住得舒服, 不知不觉间, 我已然当成了自己的家, 收拾起来, 数不尽的小物件。 细想, 居然还有点舍不得顾直升。 我对顾直升是有好感, 可经历了上一段糟糕的感情, 我不得不更加慎重。 等我收拾好时, 天已经差不多黑了。 这时, 顾直升给我打了电话。 我接通后, 对面却不是顾直升, 一道年轻男生说着, 是月莲西吗? 你来一下六四酒馆吧, 顾直升现在有点麻烦。 听到这句话, 我心一下提起来, 顾直升怎么了? 等他再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慌忙走到门口了。 他却说, 他喝醉了, 非要找你。 我松了一口气, 往他们那赶去。 一进门, 就注意到不远处 安静趴在桌面上的顾直升, 以及他身旁两位年轻帅哥, 应该是他的朋友。 我走过去, 他们表情突然变得很精彩, 其中一位冲顾直升打去, 顾大少爷, 你家月莲西来了。 顾直升抬眼看了我, 又垂下去, 嘟囔着, 不是我的。 他左侧的朋友 直接给了他肩膀一拳, 闭嘴, 少给我演苦情戏。 说着他扶起顾直升, 一边往外走, 一边自我介绍。 他们是顾直升的发小, 好兄弟, 顾直升喝多了, 不愿意回家, 非要我来接。 回到家后, 他们安排好顾直升, 便准备离开。 其中一位开玩笑, 他要发酒疯, 你就给他砸晕了。 另一位白了他一眼, 阿生酒后话很多, 你要是没事, 也可以听他说说。 他们走后, 我去给顾直升倒水, 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 躺在床上, 眼睛半睁着, 一直看我。 我将水放在他床头上, 他忽然起身, 我也下意识退了一步。 他突然变得很委屈, 你在躲什么? 为什么总在躲我?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被他绕晕了, 只当他喝多了, 意识不清。 我靠着桌子, 看到上面放着一张 整洁的小照片, 上面的女孩身穿校服, 扎着高马尾, 面对镜头微微笑着。 是高中的我。 这张小照片 应该是从我的毕业照上裁的, 它保存得很好, 没有一点破损。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 我以前认识固执声吗? 读书时候的 我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呆子, 从不关注学习以外的事情。 我在看固执声时, 他大概累了, 躺着闭上了眼, 嘴里却喃喃不停。 月莲西, 从高中、大学、 现在, 我一直在你身后。 明明每次见你 我都叫你的名字, 你却每次都记不住我, 大师说让我带一点 与你有关的东西, 我闻了条鱼。 每次见面都故意露出来, 你还是不理我, 你是一条冷漠的小溪, 你怎么会不懂 你装的? 月莲西, 我比你更难过了。 说着他又开始骂人, 天杀的陆舟, 劳资要让你变成穷光蛋, 劳资要弄死你。 听他碎碎念了很久, 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听得有趣, 也动容, 或许, 再大胆尝试一次 会有更好的结果。 我瞟到一旁的一拉罐, 将他的拉环取下, 靠近顾直升, 轻声说, 你的真诚感动了天神, 他决定满足你的心愿, 把手伸出来。 他睁眼看我, 目光茫然无措, 似乎还在思考什么意思, 手却已经伸过来了。 我将一拉罐拉环 套到他的小指上, 继续说着, 现在,你要和月莲西 谈恋爱吗? 他愣了一会, 又看向我, 皱着眉, 脑子很不清醒的样子, 但他还是说, 要。 没坚持一会, 顾直升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他出现在我房间门口, 手里拿着那梅拉环。 他说, 你和我求婚了, 我记得清楚, 你别想赖账。 看样子, 没酒后失忆, 是酒后失智。 见我点头, 他靠过来拥我, 又笑。 我们都谈恋爱了, 你不用搬走了。 我确实不用搬走了, 而是搬上了二楼。 故事二。 陈佑, 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别扫兴好不好。 说话的是我的大学室友灵子, 今天是他和男友结婚的日子。 大学时, 我们曾开玩笑说, 谁先结婚, 谁就要请对方去当伴娘。 我没想到, 几年没联系, 他居然真的会邀请我来做他的伴娘。 只是这伴娘做得有些憋屈。 婚礼仪式还没开始, 我就先被其他人喷了无数的飞雪彩带。 我的头上, 脸上和衣服上, 这会儿都已经沾满了这东西。 五颜六色的, 像个小丑。 大家是谁? 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问他。 别人高兴了, 所以我就要牺牲自己, 来供你们取乐吗? 灵子的脸上依然带着笑, 他正要开口, 却听旁边响起了一声。 哎呀, 江城来了。 时隔五年, 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我有瞬间的恍惚。 背后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我却不敢回头。 我浑身僵硬, 下意识地就想逃离这里。 我曾幻想过 无数次和他重逢的场景, 但绝不能是这样。 可没等我逃走, 灵子就说, 江城, 你来得正巧, 陈佑也在呢。 他指着我, 脸上笑容灿烂。 背后的脚步声突然停下, 我浑身的血液 都仿佛瞬间凝固了一般。 江城没有说话, 反倒是想起了一个陌生, 又带了些娇俏的女音。 陈佑, 陈哥, 也是你的同学吗? 我下意识猛然回头, 却见西装革履的江城身边, 还跟了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穿着碎花连衣裙, 长发微微曲卷, 脸上还带着俏皮的笑。 我听见周围的人管她叫嫂子。 江城恩了一声, 目光在我身上一扫而过。 她的神情很平淡, 仿佛我只是一个路人甲。 但她越是这样, 我越是无法承受。 我想都没想, 便冲出了酒店的宴会厅。 如果江城不来, 我免不了要为自己讨个公道的。 可江城来了, 我不想让她看见我 如此狼狈的样子。 我躲进卫生间, 对着镜子清理着身上的这些东西。 东西都很好清理, 可它们喷得太多了。 看到江城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灵子邀请我来给她当伴娘, 只是为了捉弄我。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个不停, 越想越觉得委屈, 直到我在镜子里 看见了江城的身影。 她就站在我身后, 神色淡淡地问, 陈佑,不打个招呼吗? 我转身面向着她, 有那个必要吗? 她现在已经有了女朋友, 即便我有再多的话想问, 也都只能咽下去。 有,江城朝我逼近。 她无视我身上 还没清理完的飞雪彩带, 直接将我抵在洗手台上。 江城咬牙切齿地道, 有时候我真想剖开你的心看看,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看到江城失控的模样, 我故意挑衅她, 怎么? 都过去五年了, 江总还对我旧情难忘吗? 下一刻, 江城便露出嫌弃的表情。 她将与我之间的距离拉开, 又弹了但身上粘道的飞雪彩带。 就你也配。 江城的话像一柄利刃, 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脏, 让我无法呼吸。 从婚礼上离开后, 我将灵子的联系方式 都拖进了黑名单。 回到住处, 发现嫂子居然在我家。 见我狼狽的模样, 嫂子什么都没有问, 知道, 我去帮你放水, 泡个澡吧。 我点了点头, 有些麻木地走进房间, 去拿衣服。 等我泡完澡, 嫂子已经给我煮了碗面。 嫂子说, 听你哥说你去参加 你大学同学的婚礼, 我有点担心, 就过来了。 她欲言又止, 似乎是想问什么, 却又难以启齿。 我一边吃面, 一边掉眼泪, 嫂子, 我遇到江城了, 还是以那么狼狈的姿态。 嫂子拿起纸巾 给我擦掉脸上的泪痕。 她问道, 你没有问她。 她的话还未说完, 我便摇了摇头, 她有女朋友了。 嫂子张了张嘴, 两久才到, 已经五年了, 有女朋友也不奇怪。 嫂子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柚子, 咱也该学着放下了。 我其实心有不甘, 但江城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 无论我有多少不甘心, 我都只能选择咽下去。 我哥给我放了一星期的假, 我也在家里躺了整整一星期。 周一刚进公司, 他就丢给我一个任务。 老周他老婆要生了, 这个项目你之前跟过, 就由你去跟对方谈吧。 我哥口中的项目, 我们已经准备了挺久。 但因为投资比较大, 对方一直没有松口, 只说要等大老板回来了之后亲自谈。 他们大老板回来了, 我有些惊讶。 我哥点点头, 本来约了上周谈的, 但对方临时变卦, 改成了今天。 行, 那我去。 这种事情其实本该我哥亲自去的, 但是他一个月前就定了要去出差, 没办法掉,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合作方口中的大老板, 指的竟然是江城。 他依旧西装革履, 还戴了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 比大学时候还好看, 多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 只是镜片底下的眼神有些冷。 见到我, 江城似乎并不意外, 不是来谈合作的吗? 愣在那里等什么? 江城冷冷地问。 我抿了抿唇, 把原本准备好的说辞说了一遍, 但江城似乎并不满意。 他冷笑了一声, 说, 这就是贵公司的诚意。 我平静地道, 我们有没有诚意, 江总应该看得到。 我哥做生意向来不喜欢跟人讨价还价, 所以无论跟谁合作, 都会拿出最大的诚意去谈。 能成就成, 不能成就算了。 江城还想说什么, 他的助理就敲门进来。 江总, 秦小姐来了。 助理的话才刚落音, 我就看到江城的女朋友从外头走来。 她手里拎着个保温盒, 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 诚哥, 我没打扰到你吧? 他扬了扬手里的保温盒, 道, 午饭时间到, 我妈今天做了红烧排骨, 可香了。 江城的脸上出现了淡淡的笑意, 先去办公室等我, 我这边马上就好。 那个女孩看了我一眼, 脸上又重新扬起一抹笑。 好, 江城把我带来的方案又翻看了一遍, 才说, 你们做的方案我要再考虑一下, 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知道江城是故意在刁难我, 但我没有办法。 从他们公司出来, 我就给我哥发了微信, 告诉他对方的大老板是江城, 让他做好项目黄调的准备。 我哥只给我回了个猫猫叹气的表情, 我跟江城的事, 他跟我嫂子都是知道的。 在地下车库里取车的时候, 我遇到了江城的大学时候的哥们, 他似乎也很意外会在这里看到我。 陈佑, 对方只愣了一下, 就主动朝我走过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淡淡地道, 过来谈合作。 他在离我挤不知遥的地方停住, 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道, 你知道江城回来了吧? 我点点头, 知道。 不仅知道, 还已经打过照面了。 当年, 他欲言又止, 叹了口气, 又继续说, 江城过得很艰难, 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我不想他重蹈覆辙。 有那么一瞬间, 我其实想指着他骂。 明明当年过得很艰难的人是我, 怎么到了他们嘴里, 却跟我赴了江城一样? 灵子故意羞辱我, 江城的哥们也要来委婉地警告我。 这地儿是你们家买下来了吗? 只许你跟江城来, 不许我来。 我越说越气, 你们一个个地都这态度, 怎么说的跟我当初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了一样? 我欠他江城的, 明明是江城欠了我。 他被我说得有些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 才用嘲讽的语气道, 我真是疯了, 才会来和你这种人说话。 我这种人, 我这种人怎么了? 他们凭什么都欺负我? 酒吧里, 我边喝酒边跟嫂子哭诉。 当年明明大家都处挺好的, 怎么几年不见, 一个个地都指责我。 嫂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道, 柚子, 我觉得你跟江城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要不你把他约出来, 当面聊一聊。 我摇了摇头, 没有意义了, 他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背着他女朋友, 把他约出来一往昔, 这跟做小三有什么区别。 嫂子叹了口气, 说, 不是意义不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如果不把事情聊清楚, 你就永远都走不出来。 他把我手里的酒杯夺了过去, 当年他不告而别, 你又一直耿耿于怀, 做个了断也好。 嫂子正劝着我, 突然就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卡座, 道, 柚子, 你看那是不是江城。 闻言, 我下意识顺着嫂子指的方向看去, 是他。 这一次, 江城没有再穿西装,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 坐在人群中, 却显得鹤立鸡群。 大学时候, 班里人就在开玩笑, 说江城这颜值, 不去当明星可惜了。 时隔五年, 江城没有进娱乐圈, 但却越来越有魅力了。 短短几分钟时间, 我就看到他已经拒绝了好几个前去搭讪的女孩子了。 我正要收回视线, 江城却意外看了过来。 我们短暂地对视了片刻, 我便连忙收回视线。 要不, 趁这个机会过去聊一聊, 嫂子提议道, 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就看到灵子朝我这边走来。 他直接在我的身旁坐下。 陈佑, 你是跟踪狂吗? 江城走到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灵子的语气满是嘲讽。 在他身上, 我闻到了很重的酒气, 难怪会过来发疯。 嫂子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吃大份了。 说话这么臭, 灵子气急败坏地道, 陈佑, 你哪来的脸出现在江城面前啊? 当初你, 灵子, 灵子的老公适时出现, 将他拉了起来。 你喝醉了, 我们回家吧。 灵子把他的手甩开, 指着我骂道, 陈佑, 我要是你, 我就。 可惜你不是我, 我缓缓站起来, 冷眼看着他。 当年偷用我的护肤品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很希望你是我? 灵子的眼神一点点变得惊恐, 他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我竟然知道他当年做过的事情。 还有生物系那个 谁来打听我的手机号的时候, 你偷偷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他, 又注册了一个微信小号去和对方联系。 那个时候, 你也很希望自己是我吧? 这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一点点又变得清晰起来。 听说你还收了对方一个LV的包呢, 要不是他当面来约我出去吃饭, 我都不知道, 我的好事有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今晚来的是一个青吧, 音乐轻柔, 没有劲爆的DJ, 也没有人蹦迪那种。 我的声音不大, 但也足够让周围的人都听清了。 灵子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了, 他的老公也正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他。 嫂子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似乎是想问, 我跟灵子之间既然有这么多的不愉快,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给他当伴娘? 我勉强扯了扯唇角。 起初接到灵子的邀请的时候, 我以为他让我去给他伴娘, 只是为了炫耀。 但他老公是江城的哥们, 我想着我去了, 也许就能见到江城了, 否则, 我又怎么可能会去给他当伴娘? 短暂的静默过后, 灵子终于失去了理智。 他指着我, 怒骂道, 陈佑, 你扯这些有的没的, 不就是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好让他们忘记你当年是怎么甩掉江城的吗? 灵子神色癫狂, 你现在一定很后悔当初抛弃江城吧? 像你这种贤贫爱富的拜金女, 也配得上江城。 他开始哈哈大笑, 你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了吗? 怎么都没见着? 该不会是被抛弃了吧? 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 我已经可以确定, 我跟江城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我不知道的误会。 我知道现在不是个一往昔的好时机, 但我的思绪却不受控制地开始回忆五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很确信我没做过什么会让人误会的事情。 那为什么灵子会信誓旦旦地说我贤贫爱富, 抛弃了江城。 为什么又会说我跟别人在一起了? 就连江城身边那些兄弟, 也都觉得是我做了对不起江城的事情。 可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来, 嫂子便当着众人的面, 猛地扇了灵子一巴掌。 嫂子平时喜欢健身, 这一巴掌扇得挺有力的。 她的一声直接吸引了周围人的视线。 酒吧里的客人都在往这边看。 嫂子冷着张脸, 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什么叫做我们家柚子贤贫爱富? 她什么时候抛弃江城, 又什么时候跟别人在一起了? 嫂子哼了一声,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个说法来, 那就等着吃官司吧。 见灵子挨打, 他们一起的便有人看不过去了。 你谁呀? 这么护着陈佑, 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就是当初她。 我嫂子白了那人一眼, 我是谁关你屁事? 我们家柚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清楚。 听到这里, 我终于回过神来。 我抬眼看向江城, 他同样也在看着我, 只是面上多了几分茫然。 当初我怎么样? 我冷冷地问。 你还有脸提? 听我提当初, 最久的灵子便又开始叫嚣。 陈佑,江城生日那天,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该不会忘了吧? 江城的一个哥们嘲讽道。 生日, 我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 他们都一致认为 我抛弃了江城的原因。 此时此刻, 我已经忘记江城是个 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忍不住质问道, 所以这就是你当年 不告而别的原因。 听到我的质问, 江城的脸色又冷了几分。 他张了张嘴, 嘲讽的话 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嫂子却是坐不住了, 你们说话 能不能别只说一半。 我侧过身, 平静地对嫂子说道, 五年前, 江城生日那天, 我提前说好 要给她一个惊喜, 但在半路上, 接到哥哥的电话, 奶奶突发脑出血。 当时我还开着车, 就没有提前告诉江城, 到医院后。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见到江城的脸色 猛地一变。 他推开身边的人, 一个箭步朝我靠近。 江城用力抓起我的手腕, 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 许师知道了症结所在, 我这会儿已经彻底平静下来。 我甩开她的手, 道, 当年你生日, 我并不是故意失约, 当时我已经在路上了, 突然接到奶奶 送去医院抢救的消息, 所以我临时便到去了医院。 我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无奈道, 我跟奶奶的关系 一直都特别好, 当时整个人都猛了, 又开着车, 不敢冒险, 给你打电话。 那会儿我才拿到驾照不久, 开车并不熟练。 再加上得知奶奶在抢救, 心特别慌, 就更加不敢分心了。 你撒谎, 灵子并不相信我的话。 他指着我, 质问道, 照你这么说, 那你到医院之后, 怎么不知道通知江城呢? 江城的一个哥们 也跟着说道, 是啊, 你明知道大家都在等你, 你就算真有事, 到了医院, 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微信不难吧。 可你什么都没说, 一声不吭地就完失踪, 让江城一个人 在餐厅等你到半夜。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惊, 原来那天, 江城在餐厅等我到半夜了。 是不难, 嫂子缓缓开口。 他抬头看向江城, 道, 那天幼子到医院之后, 正好医生 从抢救室里 推了个人出来。 嫂子面露无奈, 许是想到了当时的场景, 她的唇角又忍不住弯了弯。 柚子以为那人是奶奶, 当场就晕了过去, 手机也掉地上摔坏了, 我们又不知道那天, 柚子跟你有约。 江城正正地看着我, 眼底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陈柚, 我们谈谈, 江城缓缓道, 就在这里谈, 嫂子拉住我, 不容拒绝道。 正好你那群朋友 都误会了我们柚子, 那就当着大家的面谈。 有什么误会, 大家当面说清楚, 免得回头再出去乱说话, 败坏我们柚子的名声。 我用力握住嫂子的手, 想从她身上汲取一些勇气。 我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江城, 当初我们在一起整整三年,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清楚吗? 我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才继续道, 就因为我失约了一次, 你就注销掉一切联系方式, 跟我玩失踪, 甚至整整五年, 都不曾联系过我一次。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我的生日, 江城失约, 也联系不上人, 我一定会找到他, 当面问个清楚。 就算是要分手, 也没有直接玩失踪的道理。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不是三天, 当真就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江城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正要问个明白, 一旁的灵子又开口了, 陈佑, 我真佩服你呀, 到现在还在这儿装傻呢? 我扭头看向他, 皱着没问到, 什么意思?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我还真没必要装傻。 灵子冷笑连连, 什么意思? 江城生日那天, 我们几个都陪他等你到半夜, 一开始打你的电话, 打了无数次, 都是关机, 后来临近十二点的时候, 好不容易打通了, 结果居然是个男人接的。 灵子的脸上带着恶意的笑, 他用一种我看不懂的眼神, 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才道, 这大半夜的, 得是什么关系, 才会有异性接你的电话呀。 灵子的话, 让我有瞬间的错愕, 因为他说的这件事情, 我一时间根本想不起来, 有这么一回事, 但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撒谎, 毕竟当年在场的人, 如今差不多都在, 而且, 以我对江城的了解, 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他都不可能会眼睁睁, 看着别人这样污蔑我。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嫂子却突然拉了拉我, 他神色复杂地道, 当年确实好像有个电话打进来, 是你哥接的。 嫂子转身看向江城, 解释道, 当时柚子的手机摔坏了, 是他哥帮忙让人去买的新的。 说到这里, 嫂子叹了口气, 那天事情比较多, 到了晚上, 我们才想起来, 把柚子的手机卡放进新手机里, 然后就接到了个电话。 嫂子一有所指地看了江城一眼, 对方一直不说话。 我们以为是打错了, 就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居然是你打的。 听嫂子这么说, 灵子的表情有些绷不住了。 她嘴硬道, 你说是就是吗? 你是陈幽的朋友, 你当然向着她说话了。 嫂子用嫌恶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道, 我不仅是幽子的朋友, 我还是她嫂子, 幽子有没有别人,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 一场闹剧到这里戛然而止, 明明当年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当年她但凡对我多一点信任, 当面找我问清楚, 都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我以为三年相处, 我们之间是可以相互信任的。 可我没想到, 遇到事情, 江城却并没有想过要向我求证, 而是直接选择消失。 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平白无故背了五年的骂名。 嫂子递给我一杯牛奶, 道, 别想那么多了, 事情既然清楚了, 就到此为止吧。 别说江城现在已经有了女朋友, 就算没有, 她也不值得你再继续了。 我点了点头, 道, 我明白, 正是因为明白, 才更加觉得有些难受。 这种感觉, 就像是喜欢的明星她房了似的, 为她付出真心。 到头来却发现, 这个人并不值得自己去付出这份真心。 又好像昔日一起玩的伙伴, 本该有着光明的未来, 却突然误入歧途。 正是因为见过彼此最好的样子, 在彼此都变了之后, 才会更加觉得遗憾, 但也到此为止了。 我曾想过, 再次见到她会是怎样的场景, 也曾想过, 歇斯底里地去问她讨个说法。 但唯独没想到, 当真相揭露, 我竟是如此地平静。 也许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那个项目, 江城最终还是签约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给的补偿, 但不重要。 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更何况, 这个项目我哥他们准备了那么久, 本就是在必得。 唯一的不确定, 只是江城这个因素而已。 那天过后, 江城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几天。 几天过后, 她就以跟进项目为由, 三天两头往我们公司跑。 可我的心里, 已经掀不起任何波澜了。 她对我而言, 就像是儿时心心念念, 却吃不到的零食, 得不到的玩具。 当知道了这个零食是怎么做的之后, 就再也不想吃的。 许多感情, 也许用了十年八年, 都不一定能走得出来。 但若是时候到了, 兴许醒悟过来。 只需要那么一瞬间就够了。 真正让我耿耿于怀的 或许不是与她之间的感情, 而是被她突然抛弃。 越是得不到的, 就越让人难以释怀。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是什么也不重要了。 就如同江城的忏悔一样, 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又一次在停车场里 遇到了江城, 看得出来她是在等我, 但我不想理会。 正要上车, 江城就连忙小跑着过来。 她把手搭在我的车上, 小心翼翼地问道, 又又, 晚上一起吃饭好不好。 我在附近的餐厅定了位置, 我转身看向江城, 这阵子她憔悴不少, 可我看着, 已经不会心疼了。 江城, 你现在这样真的没必要, 事情已经过去五年, 你不用再忏悔, 也不用再道歉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意了。 迟来的道歉和正义一样, 都一文不值。 江城的表情, 看着有些难过。 她艰难地道, 又又,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想好好弥补你, 弥补我们错过的这五年。 江城的眼眸, 渐渐蒙上一层水雾, 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道, 当年给你打电话, 是难得接的, 我不知道是你哥, 还以为。 她欲言又止, 那时候你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却一整天都没有踪影, 我以为你是在委婉提分手的意思。 江城说着, 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她垂下眼, 继续道, 那时候我太年轻, 把自尊心看得比什么都重, 所以自私懦弱地选择了逃避。 我怕找你求证, 会得到更加残忍的答案, 所以就没出息地跑了。 江城深吸了一口气, 说, 又又, 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懦弱, 我们也不会分开这么久。 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个五年 可以再浪费了, 所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与江城的谈话 因同事的到老而终止。 她说给我时间, 让我慢慢考虑。 但我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 我的内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我跟江城回不去了。 我无法谅解她当初的行为, 也不会去做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 接到灵子的电话, 是在周日的一个午后。 她结婚的时候, 我就已经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这个电话, 她是借了别人的手机打来的。 陈佑, 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 这辈子才会遇见你。 电话里, 灵子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刺耳, 又带了些疯狂。 读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的人喜欢你, 为了能离她近一点。 我只能以你的名义去和对方聊天, 去和对方网恋。 灵子顿了顿, 又道, 为什么我结了婚, 你还要来祸害我? 要不是你那天在阿斌面前说那些, 我们根本就不会离婚。 陈佑, 我一切的不幸, 都是你造成的。 你都过得那么好了, 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一条活路呢? 灵子说到这里, 便开始哽咽起来。 你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缓缓开口。 在学校的时候, 没人逼着你冒充我去跟别人网恋, 那天在酒吧, 你自己不过来犯贱, 我也不会跑到别人面前, 去对你说三道四。 先聊着贱这个道理, 我以为人人都懂的。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样,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习惯性地往别人头上推, 觉得自己最无辜, 可事实怎么样,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多余的话, 我已经不想再说。 挂掉电话后, 我便将这个号码 拖进了黑名单, 与江城有关的一切物品, 我都全部从柜子里拿了出来, 让保姆丢掉。 我用了五年来悼念这段感情, 已经足够了。 公司周年庆, 江城他们公司作为合作方之一, 自然是要邀请的。 我哥在让人给江城那边发邀请函之前, 就先跟我打了招呼。 你要是不想见到他的话, 这邀请函就不给他。 我摇了摇头, 到同级别的合作方都邀请, 把他们漏下的话不合适。 真正放下之后, 就算再相见, 我也不会觉得尴尬,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带着女朋友一起来。 那个女孩子穿了件 某品牌的高定晚礼服, 又做了头发, 远远看着, 就跟明星似的。 跟江城很是般配, 我只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我哥正在招呼合作方的人, 我干脆偷懒, 悄悄溜到外头去透气。 正看着外面的街景出神, 身后就突然想起了一道 有些陌生的女音。 陈小姐,你好, 我是秦若鱼。 我一回头, 就看到江城的女朋友 正站在我身后。 这么近距离看着, 她真的漂亮得跟仙女似的。 你好, 我露出客套的笑。 秦若鱼眨了眨眼, 道, 前两次因为一些误会, 没有和你打招呼, 不好意思。 我明白她口中的误会, 指的是我跟江城之间的事情, 但我并不打算接她的话。 一件事情, 翻来覆去说, 真的没意思。 但秦若鱼却突然语出惊人, 江城是我表哥, 我满脸错愕。 秦若鱼又道, 其实我今天本来没打算来的, 是诚哥说你可能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误解, 所以想请我帮忙解释一下。 她的脸上一直带着浅浅的笑, 细看之下, 似乎还带了点调侃的意味。 当年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诚哥这几年一直都是单身, 没有过别人。 秦若鱼突然从手包里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他在屏幕上轻点了几下, 然后递到我跟前。 手机里有个视频在自动播放, 这是我之前悄悄拍的, 你以前送给诚哥的东西, 他一直都还留着, 在他的书桌上, 也一直都摆着你的照片。 我将目光从秦若鱼的手机上一开, 我跟江城五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秦小姐, 你现在给我看这些, 没有意义。 我不会因为江城身边没有人, 就回心转意。 秦若鱼有些错愕地看着我, 然后问道,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你不愿意跟诚哥复合,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我看着秦若鱼, 问道, 如果你男朋友一天联系不上人, 你打对方电话。 是女生接的, 你会直接玩消失吗? 当然不会, 秦若鱼想都没想, 就直接开口, 我要当面找他问个清楚, 如果是误会, 那就解开, 如果是真的, 那我就打抱他的狗头。 我耸了耸肩, 道, 所以你能理解我为什么不同意跟他复合了吧? 秦若鱼没有再劝我, 因为就连他都觉得, 江城当年的做法太过懦弱, 明明长了嘴, 却不知道问, 甚至还换掉所有联系方式, 让我想找人问个清楚都问不到。 公司放假前, 江城又来找了我一次, 天有些冷, 像要下雪似的。 江城站在我家楼下, 给我打了电话, 求我下去见他一面。 江城, 你现在这样真的没有必要, 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我了, 你就算在楼下站上一夜, 我都不会心软的, 就如同在灵子的婚礼上, 他没有对我施以援手一样。 他当时讨厌我, 讨厌到可以眼睁睁看着我被别人捉弄。 现在来挽回, 不过是因为当年的误会和错过, 但这种感情, 是没办法支撑两个人走完一辈子的。 江城颤声问道, 佑佑,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那么讨厌灵子, 都愿意去参加他的婚礼, 给他做伴娘, 难道不是为了见我吗? 他停顿了几秒, 继续道, 为什么现在误会解开了, 你反而不肯原谅我了呢? 江城的话让我半晌无语。 片刻后, 我才坦然道, 我去参加灵子的婚礼, 确实是为了见你, 但江城, 心思其实只需要一瞬间就够了。 也许是江城对我的狼狈无动于衷, 又或者是他故意让我误会他和秦若鱼之间的关系。 我说不清对他的感情是在哪一个瞬间被消耗殆尽的, 但现在我很确信我不想和江城在一起, 楼下这个男人我已经不爱了, 电话那头的江城半天没有说话, 我在窗口可以看到他还站在楼下, 今天外头的风有些大, 吹得呼呼作响, 天空突然开始飘起了雪花, 江城穿了件黑色的泥大衣, 雪花落在他的尖头, 又很快融化。 我忽然想起刚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冬天, 我跟江城约了周末去吃烤肉, 但我那天忘了调闹钟, 睡过头了。 醒来的时候, 手机上多了几条未读消息, 江城就站在宿舍楼下, 那时的他穿了件黑色的羽绒服, 也不知道在外面站了多久。 室友说江城给他打过电话, 问我醒了没有, 得知我还没醒, 就让他先不要叫醒我。 那时候的他, 愿意在雪地里等我慢慢睡醒, 可后来有了误会, 却不愿意当面找我问个清楚。 我没有去见江城, 他在楼下站了好一阵, 直到雪开始越来越大, 园区的绿植上开始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 江城才转身离开。 自那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的那些兄弟们, 像是约好了似的, 都给我发了长长的道歉短信, 我没有回复。 往日种种, 已经随风而逝, 未来会更好。